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学一个新技术 什么技术 大家请看 就是前几年 包括现在都非常火热的 nono.js nono.js我几年前就开始学过 但是没有正式做过项目 不过我一般都是用它开发个人网站 和一些个人的工具 非常的好用 所以今天我想开一个 nono.js系列的课程 把这个技术介绍给大家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什么是nono.js 咱们先看一下概要 nono.js 它是一个Java脚本的运行环境 Runtime 它发布于2009年5月 由 这个咱们 这汉语字怎么念 Rendale 应该是这么念吧 Rendale开发 它现在应该是在Google的工作 是Google的工程师 它发明了nono.js 其实因为它是Google 所以它其实是对Google的 Colom V8引擎 进行了一个封装 封装成了这么一个 在服务器端可以运行的 扎拉脚本的环境 然后 Nono.js 它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包管理器 叫什么 NPM 稍等 我这NPM 对 是个NPM 它呢 是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开源库的生态管理系统 极力推荐您使用这个NPM 一般在咱们现在世界上流行的IT的技术 几乎都支持NPM的安装与使用 好 咱们再看一下Node.js的官网 就是这个网站 Node.js.org 咱们可以打开 大家请看 我今天已经把这个网站打开了 默认的它这是英文 我看能有中文吗 没有啊 不管了 它里面有很多的选项 默认的 现在这个Node.js最新的版本是 大家请看 8.9.4 咱们呢 这次的课程就是以这个8.9.4为基准 进行给您讲解 如果没有下载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进行下载 OK 你看我现在正在下载 因为我这机器也没有装 所以我呢 先下载 一会儿咱们就先装一下 好 咱们再往下看 我使用的版本呢 是这个8.9.4 然后注意 LTS 这个和Ubuntu的LTS是一样 是长期支持版 所以推荐您使用LTS 大家请看 8.7还有一个最新版 但这个最新版的生命周期 仅仅半年时间 所以说不推荐您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LTS版 极力推荐 好 咱们再往下看 如果要学弄的GS 那么需要具备什么基础知识呢 对不对 咱们看 首先说 渣瓦脚本的基础语法 你得会写 比如说 如何写变量 如何定义变量 如何输出Log 等等 应该不是很难 我今后有时间再开一个 沙瓦脚本的基础课 但是我觉得 一般的 只要会点编程朋友 都会 然后另外一个基础知识 Unix 或者是 这个WiP拼错 稍等 不能允许 Unix和Linux 这个您应该会 他们这两个操作系统的 基本的命令行 比如说 怎么显示文件 怎么显示目录 对不对 这种基本的share的操作 不用很深 基本操作就可以 好 接下来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课程的开发工具 这个工具首推 我其他课程也是一样 首推 Microsoft的 这个ViuStudio Code 非常的好用 我现在用的就是 这个ViuStudio Code 极力推荐 然后还有这Bracky的Atom 也都是可以使用 但是极力推荐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熟 因为我熟这个 不所谓 哪个都行 接下来 浏览器 因为咱们开发 Novo JS 还涉及到 不光是服务器端的开发 还涉及到 一部分客户端的开发 所以说 推荐您使用 Google的 Coolorm浏览器 Google浏览器 Google现在在中国大陆 被封掉 但是 Coolorm应该是 可以下载到 对吧 推荐您使用 Coolorm浏览器 如果说 我实在下载不到 没关系 火狐 IE IE的最新版本 都可以 但是IE新的版本 最最新版本 A级 还不推荐您使用 我感觉 不是很好用 而且兼容性 互换性 也不是很好 所以推荐您 如果使用 使用IE10 或者11 都可以 好 再说一下 我的视频计划 这和我别的视频一样 每个视频 只包括一个支点 尽量控制在 5分钟 我一般都超 控制到5到7分钟之内 尽量控制到这个时间 然后让您每一集 集中学习一个知识 提高咱们的学习效率 然后我的原代码 和以前一样 也是放到 开中国的服务器 供您随时下载观看 然后我还有一个 官方的网站 是这个 commavideo.com 希望您能够关注我 因为这个网站 我不光是有各种 各样的IT教学视频 而且还有好多的 游戏视频 没事 我还可以玩玩游戏 好 以上就是 Node.js视频的第一期 从下期开始 咱们一点点的 学习Node.js 好 那么第一期 就给您 放到这里吧 稍等一下 下载完之后 您自己安装一下 当然 它不光是Windows版 还有Mac版 还有Linux版 都可以 安装非常的简单 我就不占用 做视频的时间了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